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这些大的学校研究的这种大学去做学生真的是很幸运 那挑战性非常高 但是机会是无限的 就是开始大家大一去上普通物理 那去MIT的学生都很都很厉害 但是好处是大家都有点像Nerd 就是白子 对 就是都对科学非常有热情 所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 不会就是比较少比如说party大家照样去 但是大家都对数学科学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所以是探索的过程 探索的过程 那MIT能够给你的这些的课那真的是无限的 所以我后来我大学三年就念完了 但是我就直接就进了物理系的研究所 我继续留在MIT 如果我们说就我跟他同学的印象 我们提到马中佩都觉得他是没有再用力的 所以到底那个用力的部分在哪里 但是我观察你从初中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质是很专心 就是在你感兴趣的事上 你的专心度会非常的高 那究竟如果有人问说 中佩在你的整个求学历程 我们很想得到一些inspire 就是说用力的部分在哪里 对 就是像我现在教我小孩子也是一样 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有兴趣的话 你会自然而然的 你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一直在想这方面的事情 没事的时候坐在那里 脑筋又开始往那个方向想 这个是很 就是大家能够自己发现 有这样的兴趣的话 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 所以我教小孩子也是要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专心 那专心是一件事情 但是有效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坐在那里 读了三小时书 结果没有读进去 你教这么多学生 而且Berkeley是绝对是一个精英的 你怎么样看待学生的资质这一件事情 我是常常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选主修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你觉得在哪一方面你最喜欢 我觉得大学的 美国的大学好处就是 要你们上很多课 对不对 你才18岁 17 18 19岁 你可以用大学的时间来发现你自己 我觉得这很不同 因为在很多社会里面 很多人把大学跟就业 衔接得太密切了 对 但大学它其实是一个探索 它是在一个无限无限 可以跟宇宙相比的 这个知识的大海里面 开始游进去而已 不是吗 对 这是美国的大学的教育做法 欧洲就不一样 欧洲很早就把学生分了 那亚洲大概比较在中间这样子 都另有利益 是 而且你在Berkeley这么久 Berkeley有一个校训 非常地特别 Let there be light 你觉得Berkeley他希望教育出 怎么样的一个活在真实世界里面的人 他的Let there be light 这个校训 你觉得他想怎么样 inlight所有从Berkeley出去的学生 这是一个很哲学的这个字 一个句子 Let there be light 我们事实上 我读 我找黑洞就是用light 黑洞直接看不到 我们是在 用它在它附近旋转的 会发光的星球 来探测黑洞 那Let there be light 你可以又可以解释从很多的方法 对不对 那Berkeley是美国很独特 就整个加州大学 是美国很独特的一个教育机构 那Berkeley 所以因为其他的很多的顶尖的大学都是私立的 Berkeley是公立的 所以他在公立学校方面有很多的限制 也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学的学生 你看几万学生 那那个的diversity 他们的 多元性 多元性 尤其这又是加州 又是这个自由派的Berkeley 你可以想见我们的学生的这种不同的线 多元性 我想大概很少 美国另外有一个大学 有这么跟加州大学可以比得上的 所以这在教育上也是一个挑战性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因为我们能够教育的是非常广泛的 有的是非常经济不是很好的家庭 有的是很多是移民 对不是first generation 就是他家里以前没有人上过大学的 他是第一代上大学的 Berkeley很多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目的 是要能够找到引进这些学生 然后他们四年以后毕业以后 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或者对他们来的原来的国家 可以回到那些国家再继续 所以是真的是国际性的这种的教育的方法 所以这个是使得 Berkeley他应该是说向你们教出来 你们送出来这个学生 不只是创造了或是制造了精英 而是他让很多人因为他的存在 得到祝福跟益处 可以这么说 对 而且大学 我觉得很多家长 我自己也是家长知道吗 我们对小朋友升学非常重视 有的时候很紧张 高中念什么 大学念什么 但是好像小孩子一进大学 就我们就没事了 那我做大学教授 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步 因为我是收到刚进来的新生 对我来说那才是开始 所以大学跟大学以后的走法 事实上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家长事实上 当然这小孩子已经长大了 但是家长能够不停地 能够帮辅导一下的话 或者就听听他们 跟他们交流的话 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好特别 因为你是某种程度 在他们这一个全新的 这一本书里面 帮他们翻开 Chapter One的第一页 终配在你目前的 教学经验里面 你觉得还有没有 性别的占比的差异 就是说还有就是你自己 做一个顶尖的女性科学家 你观察 我们就讲在美国 女性科学家 她有没有Glass Ely 对 科学上面 女性还是少数 但是在大学现在 大概就在美国的大学 台湾大概一样 女学生已经多于男学生了 上大学的 所以现在是男学生 有的时候需要帮忙 但是科学方面还是女生少 尤其是生物化学比较多 数学 物理 天文方面 机械工程方面 女生还是比较少 那真的是 而且是越资深的越少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重视的 如何能够提拔年轻的女性 那你们觉得她有一个 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是 她好像女性被期待 人生过得比较全面 或是你有比较多的角色 我认为到现在 男性还是某种程度 对她的一种特质 容忍度比较高 就是赚钱 养家 那在其他角色上 她如果比较多亏欠的时候 好像容忍度比较高 所以女性 当她想到要扮演 这么多角色的时候 她在科学方面 需要那么大的 dedication 是不是在这个养成的过程里面 她就会比较 不倾向做这个选择 即使她有热爱或兴趣 会 就是常常这个是最主要 我们会越看越少 越来越少这个女性 继续进学校去念博士 或者是去在工业 或者是在科技界做事也一样 就是这个原因 那现在希望就是 各方面能够来帮助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叫做Robert Frost 就是福尔斯特 他写了很短的一个诗 叫做火与冰 Ice, Fire and Ice 那他第一句就是说 Some think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